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在關心今天這個農業氣象 我是氣象主播落中尾 為早開始 有這個拜三開始 我們台灣的東北風路開始在進行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們的贏方面北部跟我們的東北部 分量比較多 而且有第一站的準候 跟拜時也是一樣的天氣 在我們的中南部的位 因為剛才在背風色 所以天氣比較穩定 可以看到在前面 不過要特別注意就是 是說在晚上跟早上的時侯 一樣是比較冷 比較冷 但沒有日夜溫差會比較大 所以提醒大家 在早上跟晚上的時侯 也是在地雞塔 一件衣服比較不會去感冒到 另外就是在拜時 晚上跟拜五的時侯 降溫會比較明顯 因為這邊主要是有 冷空氣的南下影響到我們台灣 沒有想看到冷空氣 沒有算是太強 不過在晚上跟拜五 早上是在冷空氣最強的時侯 這個溫度沒有想看起來 在我們的西半部空方地區 跟我們北部跟東北部 是有機會 感覺差不多 可能像12都到13都 所以提醒大家也要特別注意 另外就是在東北方的 進行影響到我們沿海地區 風浪會變得比較大 風液會比較大 所以我們市民朋友 也要稍微看來注意 另外今天的農民 農林 雲木小丁 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 第一就是我們荔枝的村鄉 這種病蟲害 在這個季節這個病蟲害 它的對藥性的抵抗力 是比較弱一點 所以在這個時候 來噴油和沿油的味 這個效率會比較高一點 功效會比較好 另外就是柑橘類的 採收已經接近尾聲了 相信大家在這個農曆春節 過年其實應該有吃很多 因為牧場是我們 牧場的這個盛產期 現在的話呢 這個採收也已經接近尾聲了 所以在這個時間 要特別注意 來落實這個清源的動作 另外這個蟲害防治也不可少 也是要稍微看來注意 我們今天這個天氣不合 要給大家看的就是 牧場在我們拜三拜四這兩天 我們台灣附近的水氣比較多 如果到拜五的時候 水氣就比較減少了 所以拜五到拜六這兩天天氣是比較穩定 不過到禮拜的時候 還會有一波方面 南下影響到我們台灣 所以這幾天 未來這幾天天氣也是會有一些變化 那如果是這個拜四的氣氛 主要比較有落後的地方 一樣是在那裡的方面 北部的東北部 跟我們東北部的地區 北部東北部跟東南部地區 這些下雨的機率會比較高 東北有局部零星的短暫爭雨 我們中南部的降雨機率 就會比較低一點 另外我們來看的就是 未來四天比較有落後的地方 我們剛才跟大家說過 主要是在影響方面 北部東北部跟我們的東北地區 那如果是 相對來說 這個降雨機率比較低的時間 是在禮拜五跟禮拜六的這兩天 拜五到拜六這兩天的落後的機率 比較多 不過在影響方面 同樣都會在那裡的這段 今天要跟大家特別介紹的就是 我們的2018年台灣國際藍展 國際藍花展 我們這個國際藍展就是 藍廷慧翠以藍慧 其實我們這個 國際藍花展是一年一度的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因為其實我們台灣國際藍花展 在世界上是非常有名的 大家應該都知道我們台灣的國的 這個藍花是世界知名的 我們台灣的藍展是名列世界三大藍展 包括我們台灣藍展 東京藍展跟世界藍展 這三個藍花展是世界上知名的 三大藍花展 那麼地點呢 就是在我們的 台灣藍花生物科技園區 這個地方 這個台南市政府 這個台南市 另外都是時間呢 在這三月三日到三月十二日 這段期間是我們的 2018年台灣國際藍展 那這個國際藍展 也有官方的粉絲專頁 大家可以上臉書去搜尋 2018年台灣國際藍展 就可以搜尋到相關的訊息了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以上就是今天的農業氣象 大家明天再會再會 有兩者 大家可以下班了 就在這裡 我們有兩者 一人的朋友 可以下班了 我們在這兒就要來 有兩者 每一人的朋友 我們在這裡 我們要來 要有兩者 我們在這裡 可以下班的 我 我們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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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